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次更新是全新的系列飞行更新AAU Aircraft and Avionics Update 旨在前化游戏内置的飞机和航电的品质 飞行更新第一弹的内容主要由Working Title团队负责开发 在去年游戏内置的嘉明之一千航电的翻新就是由他们负责的 其品质各位飞游有目共睹 虽说AAU这一全新更新系列的目标是改善特定机型的飞行体验 但毕竟还是算游戏版本更新 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做一些问题的修正 比如此次终于修正了机场跑道积雪的问题 在积雪环境降落自动地景的机场终于能看清跑道了 另外40周年版更新造成的XBOX主机版和云游戏版地景质量缩水的问题 也终于得到了修正 主机版玩家又能观赏地球美景了 微软模拟飞行内置的嘉明GNS430和530航电现已全面翻新 这是一款相对古老的航电设备 主要用于简单的自动驾驶和导航 在许多老式飞机内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GNS430和530的功能基本一致 区别只是屏幕大小 小号的是430 大号的是530 新版本是完全重做的 功能完整性和拟真程度都非常高 相对地形 交通警报等功能现已完美实现 你看 甚至还有GPS信号模拟 与去年嘉明至一天航电翻新类似 这次更新是直接替换游戏底层功能 现在无论是游戏内置的默认机型 还是第三方插件产品 只要是使用GNS430和530航电的都换上了全新版本 像是DC3 贝尔407直升机等内置航空器 以及来自第三方的通航小型机标杆产品 塞斯纳310R 至于这样的老业级航电如何操作 欢迎加入大波湖粉丝群一同交流 对了 之前游戏内市场里的同名航电插件 其实就是这次更新的公测版本 现在可以安全卸载 与老式航电同时翻新的 还有现代化加明航电 G3000和G5000 也是替换游戏内置版本 现在游戏基础版自带的TBM930 和典藏版的塞斯纳奖状精度 更新后的体验可谓脱胎换骨 G3000和G5000的功能基本一致 最大的区别是在安全级别上 G5000级别更高 PFD的界面和操控也有歇息区别 新版本G3000和G5000的功能完整度非常高 独立分屏 自定航点 VNAV等能力都有了模拟 甚至还能根据机型过滤进场程序 但你看有这么多屏幕 很多玩家怕是根本不知道从何入手 为此 大波湖专门制作了G3000、G5000模拟入门教学视频 从操作原则、设置、航线制定、自动驾驶 以及ILS等方面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推荐对商务机模拟感兴趣的费友们前去观看 在视频简介区有传送门链接 至于第三方产品 据我所知 现在只有Honda Jet和Vision Jet两款小型喷气机使用的是G3000航电 这两款机模需要等待FlightFX推出更新 才会利用到全新的内置系统 下面来看看本次更新中翻新的飞机 Daire TBM930 这款游戏基础版中附带的单发涡奖小型机 除了搭载上全新的G3000航电外 其飞行操控模型和一些视觉效果也获得了更新 还有完整的电力系统模拟 以及终于官方支持开关舱门了 其实这次更新最大的改观还得说是新版航电 这里也向喜欢这款飞机的飞友们 推荐这期新版TBM930飞行体验视频剪辑 Cessna Citation CJ4 WorkingTattle工作室的发家MODE 就是对这款10座公物机的强化 现在MODE终于转正 此次Cessna奖状CJ4的更新近乎于重做 全面翻新了飞行操控模型 和洛克威尔·克林斯的定制航电 像是全新的飞行计划系统 各屏幕可独立设置 新版VNav导航等 大伯虎我呢 对这款代码为C25C的机型了解不多 无法给出直接评价 不过就各论坛玩家反馈来看 新版CJ4的质量非常高 可以说现在所有微软模拟飞行玩家 都能体验到专业级的公物机了 Cessna Salutation Longitude 另一款Cessna奖状系列公物机 Cessna奖状精度也完成了重做 WorkingTaito团队杀疯了 代码为C700的它 现已搭载全新加名G5000航电 除了航电的新能力外 还有完整的引气 液压 燃油 电力等系统的模拟 大多数体验过公测版的玩家都表示 即便考虑到没有客舱模型 段路器和HUD也还是摆设等弊端 新版的奖状精度公物机 已经能让典藏版值回了票价 模拟程度和CJ4不相上下 大波湖之前也发布了一期飞行全程视频 各位可以来亲自评价 作为AAU更新系列的第一弹 此次新版本的料非常足啊 无论是航电还是飞机的翻新 质量都属上乘 而且完全免费 即日起 搭载加名GNS430530航电的飞机 品质都提高了一个档次 但搭载G3000的那两款第三方产品 需要等待FlightFX工作室的更新 才能获得新的体验 结合去年翻新的G1前 现在使用加名航电的飞机 其品质下限都不算低了 对于开发者来说 可以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飞行操控模型的调校上 根据微软方面的2023全年计划 今年还会有两次AAU更新 都会是更新啥呢 欢迎来不负责任盲猜 在去年年底的问答直播节目中 微软官方提到 将会更新更多的点藏版飞机 嗯 大波胡很好奇会是哪一款呀 最后按照惯例 画面上列出的是微软模拟飞行 开发组已确定的长远开发计划 好了 有关微软模拟飞行 2023年第一次大型更新的内容 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点赞分享 在这里也推荐有关微软模拟飞行 在2023年全年计划的视频 同时欢迎加入大波胡粉丝群 和其他飞友们谈天说地 最后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